李宗瑞涉偷拍性侵案 被檢察官起訴求刑30年 台北地方法院预计下个月4号 要首度的提训李宗瑞开庭审理 那么根据北检起诉书呢 李宗瑞不但有的时候 性侵被害人之后呢 还会装好心哦 还会劝对方说 哦你下次不要酒喝这么多 更可恶的是 他还曾经为了封口 就跟被害人呛吓说 你如果说出去哦 让你身体很坏 被害人因此不敢报警 让他得意非常嚣张的 在两年之内性侵高达28位女子 为了带李宗瑞涉嫌偷拍性侵案 遭检察官求死重刑30年 但李宗瑞始终否认涉案 检察官起诉诉中 根据掌握到的证据 披露李宗瑞的恶行恶状 当中李宗瑞曾与女性 有人有嫌隙 相约酒吧喝酒 李宗瑞拿出已经下药的酒 骗对方说 这杯喝下仇恨一笔勾销 没想到女子被迷晕后 惨遭性侵 相同手法 甚至连女性生理期来 她都不放过 还有遭性侵女性 事后打电话问李宗瑞 该不该吃药 暗示是否要拿掉小孩 李宗瑞也明讲不用 但女方事后找有人哭诉 李宗瑞得知反抢对方 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台北就这么大 你小心一点 起诉诉中还描述 李宗瑞会脚中没事 帮受害女子穿好衣服 若无其事的劝对方说 你叫都叫不行 酒量不好 下次不要喝这么多 检察官一一求证被害者 总计28人发现自己遭性侵偷拍 提出告诉 所以请不停发现